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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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两年总病毒数量激增八成 是的 防毒软件公司的研究也显示 在200个国家当中 新加坡是今年遭黑客攻击比率最高的 相当于每100台电脑就有11.6台遭银行木马病毒入侵 来看记者蓝烈婷的报道 防毒软件公司Kaspersky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在使用防毒软件的新加坡用户当中 有11.6%曾在今年至少一次遭银行木马病毒入侵 是全球遭病毒攻击比率最高的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奥地利和瑞士 新加坡银行协会则透露 过去几个月就接到了50起 有关安卓手机用户银行账号遭入侵的案例 而在年底佳节 上网购物的人激增 黑客跟着火跃 12月份全球所探测到的病毒 比其他月份来得高 达近4750万个 专家表示 目前较普遍的恶意软件 一旦入侵电脑 就能悄悄滞留电脑偷取资料 用户无法察觉 而由于社交媒体用户越来越多 这个平台也成黑客的新目标 在社交网络有一些广告 一旦用户点入进广告的时候 恶意软件也将安装在用户的电脑系统 而窃取他们的敏感信息和数据 专家表示 为电脑和智能手机安装防毒软件 只下载较普遍或受欢迎的应用程序 是防止遭黑客攻击的最佳方法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 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今天向当地的美国侨民发布紧急通告 指印尼旅游圣地龙木岛圣吉及海滩的跨年活动 面临潜在恐怖威胁 印尼警方则在众苏拉威西省的突击行动当中 再逮捕三名涉嫌同伊斯兰国组织有联系的男子 印尼警方透露 今年共有400多名印尼公民 因受一国组织网上教育宣传所迷惑 而前往叙利亚加入一国组织 当中有45人丢命 另外47人已经回国 目前受到警方的严密监察 另外有1000多人正计划到叙利亚加入圣战 在恐怖阴影笼罩下 警方调派2万警力 在首都雅加达跨年活动热点加强保安 由于传统迎年地点 雅加达酒店附近进行地铁工程 酒店取消音乐会和娱乐等节目 主要的迎新活动 转而在一个滨海度假胜利举行 预计会有20万人到场 警方为此将保安范围扩大 并促请参与者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 比利时警方则逮捕了6个人 他们涉嫌计划在元旦庆祝活动上 对首都布鲁塞尔发动袭击 是的 那么美国则是严密监测 其他国家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密谋 在新年期间发动的袭击展开调查 当地的保安部门表示 目前的没有迫切或者是可信的威胁 显示恐怖分子将攻击美国本土 或者是海外的美国目标 美国警方指出 纽约是恐怖分子在全球针对的首要目标 时代广场跨年活动现场 白天已出现大批警车 鹤枪实弹的警察随处可见 监控摄像机 直升机和警艇全部到位 当局也授权警方 一旦出现状况 即刻终止跨年活动 并清空现场 还没有走出恐袭阴霾的法国巴黎 将缩小跨年活动规模 禁止燃放烟火 该在凯旋门举行灯光会演 香榭丽社大道晚上八点后关闭 不少游客觉得扫兴 比利市首都布鲁塞尔 因接到可能发生恐袭警报 传统的除夕烟火表演临时喊停 不少游客虽然失望 但表示理解 德国首都柏林的博兰登堡门前 将举行全欧规模最大的跨年露天晚会 当局增加警力和监控设备 并禁止人们携带大型包裹 玻璃和尖锐物品入场 巴西里约热内卢 科帕卡巴纳海滩的跨年舞会 预计将有200万人前来狂欢 警方加强保安 并在其中机上设置监控庭 以严密监视往来人潮 防范不法之途借机发弹 在中国 为防去年外滩倒数活动的 踩踏惨剧重演 上海几乎取消了外滩 所有大型跨年活动 全程高度戒备 本台驻上海通讯员陈玉英 发回了报道 去年除夕造成36人丧命的 外滩踩踏事件让人心有余悸 为防失控情况重演 上海这回大幅度加强安保措施 除了关闭通往外滩的一个地铁站 和相关路段 当局只批准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并限制参与人数 不能超过4800人 踩踏惨剧阴影挥之不去 受访民众表示宁愿待在家里 觉得自己在家挺好的呀 不喜欢太多人 感觉有点危险 上海警方今天和明天 也会全员上岗 加强高人流区的保安 去年的踩踏惨案现场有近50万人 但警方只有约700人执勤 结果遭痛批 亚先经济共同体今天正式成立 这个整合本区域6亿人口市场的经济合作体 有望在2030年崛起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而美国白宫在这同时也宣布 邀请亚先时国领导人明年2月 前往加州出席当地首次主持的亚先领袖峰会 成立亚先经济共同体的计划 在2003年提出 各国领袖上个月签署协议 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五年 这个启发自欧盟的共同体概念 将有助本区域整合区域市场 同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 我国外长维文医生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 亚先经济共同体的成立 是个深具意义的里程碑 总规模达26000亿美元的亚先经济共同体 将有助于同另外两大经济体 中国和印度竞争 在这个合作下 各成员国民众也将获准到其他成员国工作 不过只限于包括工程 会计和旅游等八个领域 下期新闻还要告诉您 天然气的价格下滑 未来三个月的电费将下调4.2% 是近六年来的新低 经济前景不明朗 房产降温措施持续 私宅市场明年将持续疲弱 房价和租金都将下跌 哇 这么多啊 不怕 我们有三菱大冰霸 三菱电机还是我们的最爱 感谢您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天然气价格下滑 接下来三个月的电费将下调4.2% 达到每千瓦小时一毛九分五 这将是近六年来的新低 新能源副公司表示 这是因为既比天然气的价格下跌8.9% 所以电费得以调整 从明天开始到三月底 经调整后 住在四房市组屋的家庭 平均每月的电费可以减少3块5毛5 经济前景不明朗 再加上受房地产降温措施的影响 私宅市场明年将会持续疲弱 房地产分析师指出 明年竣工的单位再增加 空置率可能上升到10% 价格和租金将下跌 3%到6% 来看记者 室区重建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将有超过 两万两千个私宅单位竣工 2016年将有两万七千个单位竣工 分析师认为 如于明年完成的单位更多 私宅价格预计还会走软 在经济放缓和政府不调整 降温措施的情况下 2016年的私宅价格整体方面 会延续跌势 而跌势的幅度会介于 3%到6%左右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汇域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目前的空置率达到9.1% 同政府收紧外国移民政策有关 分析师预测 明年的空置率还会进一步上升 租金可能再跌3% 展望2016年利率上调 再加上我们本地人口 应该会出现比较低的增长率 还有经济也不是很明朗 这三个因素会促使 空置率会比较高一些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 在政府收地计划下 从2014年开始 私宅供应一直减少 因此购物者可能转向 价格较低的转售市场 分析师也说 如于明年经济放缓 政府或许可以重新考虑 放缓一些降温措施 比如减少额外买方印花税 新闯媒新闻记者聂国威报道 中国国防部表示 任何到海外执行的反恐任务 都必须要遵循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关系的规范 并尊重东道国的主权 中国人大常委会 最近通过了反恐法 允许军队到海外参与反恐行动 在这之前 中国向来强调 不干涉他国政治 也是唯一一个 没有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目前有多达500万名 中国公民在海外工作 虽然一般印象是 国际恐怖组织 对西方国家的敌意叫声 但最近的一些海外袭击 已经直接冲击到中国 有中国公民 在巴黎的恐袭中受枪伤 三人在马里的酒店袭击中丧命 还有艺人遭伊斯兰国组织杀害 北京已经承诺支持国际打恐行动 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 我估计我们能做的第一个是 帮助国际的大国 在反恐问题上保持政治协调 就是我们通过联合国 或者什么平台 就帮助他们 就控制他们的矛盾 就帮他们搞点协调人的作用 然后经济上 我估计中国会出点钱 观察加不排除 中国派兵打恐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呼之欲出的 因为中国也是恐怖组织的受害者 但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在联合国 比如说投票上 可能有些事情方面会有一致 不再是像以前 往往是逢中必反 我们是逢美必反 观察加也认为 中国不会因此削弱 在打击国内贪腐方面的努力 一般上班族工作忙碌 要抽空寻衣问药有时并不容易 韩国从明年开始 就将在首尔的30个地铁站 建立医疗区 希望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上班族 看病不易的情况 首尔市地铁公司 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 下个月将在长指站上 建立中医或西医诊所 规定条件包括 早八点开门 晚九点关门 以及安装防止传染病的设施 对于在地铁站内建医疗区的计划 这名首尔松坡区的居民表示 如果比起必须特地跑一趟医院 要方便得多了 首尔地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71%的首尔市民认为 有必要在地铁站内设医疗区 地铁公司也展开内部投票 选出最适合设立诊所的各个地铁站 下一节新闻当中 你还将看到 滨海湾浮动舞台的跨年倒数活动 迈入第十一个年头 烟花表演也将是最盛大的 新捷运宣布下星期一起 为东北地铁线增加34趟列车班次 满足尖峰时段需求 滨海湾浮动舞台 滨海湾浮动舞台的跨年倒数活动 今年迈入第十一个年头 活动的重头戏之一 是列为国家古迹的 富利敦酒店墙上的立体投影 今年的烟花表演也是最盛大 参与倒数活动的人数多达一万人 他们将同来自海内外的巨星 一同狂欢七个小时 而我们的记者黎嘉宜就在现场 嘉宜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场的情况 是的 现在我就在滨海湾浮动舞台的现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 现在就有一个本地歌手 Neil Gildnerva 他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英语歌唱表演 那么现场的气氛其实是非常的高昂 因为不时会听到一些欢呼和尖叫声 那不过呢 其实在早前呢 是下了一场大雨的 而且这场大雨呢 是从晚上七点的时候 断断续续的直到晚上九点 索性现在的雨已经停了 而且刚才呢 观众呢都有自备一些雨伞啊和雨剧 所以呢 大致上呢 就是跨年的气氛呢 不受影响的 那么今年的跨年倒数活动的这个亮点之一 当然就包括了富丽敦酒店的3D投影表演 这个投影表演呢 将从今晚的晚上八点直到晚上11点15分 大约每隔一小时呈现一次 那么刚才我就趁机捕捉了这美丽的一幕 一起来看我的报道 富丽敦酒店外墙上的3D投影展现我国多元文化面貌 例如花园城市 政府组屋等 带领国人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 海内外巨星包括来自南美的乐队CC展现了拉丁美洲音乐 一系列的歌唱舞蹈表演也把跨年气氛推到最高 第一次来 蛮高兴的 因为他的气氛很不一样 从在家里 在电视机看 完全不一样 气氛很好 感觉我平常我来自在外面走 我看在这个普通舞台里面 这样多人在喊 我今年就特地来到这边 来这个普通舞台跟着他们喊 我最期待的就是最后一分钟烟花的表演 好的一年过去了 坏的年也过去了 迎接新的一年 滨海湾水面上漂浮了2万个许愿球 收集了约50万国人和外国朋友的祝福 特别灯光照在许愿球上 更为滨海湾增添一道独特的风景 今年的倒数跨年活动呢 其实呢 会从晚上的8点一直进行到凌晨3点 也就是长达7个小时 那么当中呢 最令人瞩目的 当然是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Adam Lambert 亚当·朗伯特的演出 他将会在大概大约晚上11点的时候出现 给大家带来压轴表演 另外呢 在5月10分的时候呢 也会在上空放射长达8分钟的烟花会演 那么这个烟花会演呢 将为大家一起一同迎接2016年的到来 同时也为2015年画上完美的据点 我的报道就到这里主播 好的 谢谢嘉宜 带我们感受滨海湾的热闹气氛 那么为了确保人们能够安全地迎接新年 刚才我们看到的滨海湾一带 其实也是加强了保安 跨年主要倒数地点滨海湾 预计将吸引大批访客 当局正协助控制人潮 确保公众的安全 有民众也自行采取了安全措施 除了巡逻现场和随机进行安检 警方也会严密观察 福尔顿一号 滨海公园 鱼尾石公园 以及滨海湾中央甲等地点的人潮情况 必要是阻止更多人入场 以免过于拥挤 今晚唯一一场沙滩倒数派对在盛桃沙西勒索沙滩热闹登场 要为参与者带来12个小时不间断的狂欢节目 现场有本地和国际知名的DJ带来强劲舞曲 也有璀璨的烟花会员 而参与者还能够在盛桃沙著名的泡沫池中 敬请狂欢 其他消息来看 新捷运宣布下星期一起 为东北地铁线增加34趟列车班次 以满足尖峰时段的需求 周日每天上午7点半到9点半将有多两列地铁加入服务 穿行班次因此增加20趟 有助改善后车时间 六成班次的间隔时间将缩短到两分半钟 而傍晚5点半到7点半之间则有多两列列车投入服务 班次增加14趟 预计到时四成班次的间隔时间将减少到两分半钟 新捷运表示会继续观察客流情况 必要是再增加列车班次 2016年即将到来 而澳大利亚则是已经迎来了元旦 那么在新闻结束前 让我们一起到悉尼欣赏那里的跨年烟花大会演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 也欢迎您下载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 八频道下一段新闻是明天早上九点的晨光第一线 请您记得锁定 我是文贝 我是海杰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好 完整 干合 没事 哇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